原警查獲27歲零星業務住家 把人壓到地下室 打開車內發現一大跌 無卡分歧貸款的借據 和合約書證據確鑿 在車上查過這些東西 有借據 然後還有確決書 以無卡分歧貸款買3C產品 就能抽成五千塊的跨數 詐騙逢甲大學近百名的大學生 事件曝光後 28號被拘提 還有一名涉案人 警方帶著零星通訊行老闆 到店內搜索 現場找出了兩三百份的手機合約書 有多少涉及無卡分歧貸款 還要過濾 不過也在零星老闆的車上 搜到58萬多元 和22支手機 但他否認和案情有關 也不承認零星業務是他的員工 同甲大學校方清查出 學校總共有68名學生受害 將名單交給警方 27歲的零星業務工程 他從去年開始找大學生當人頭 以無卡分歧幫忙買3C產品 只要辦好貸款手續 交出商品 學生就能夠賺五千塊 如果幫忙拉介紹 一單還能夠賺兩到四千塊 那零星業務繳了幾期貸款 後面就不繳了 剩下的貸款奇數 就跑到大學生頭上 賺了幾千塊 結果背上了破萬塊的債務 他那個手機的金額 大概都是在五六萬 但是因為他這個是無卡的分歧 所以他那個年率會比較高 我們初步跟他估算 大概繳到晚 也要大概八九萬 警方補充目前正在調查 通訊行老闆的涉案程度 而遠景也將從零星業務持有的 十八本存折 追查金流向上溯源 擴大偵辦 TB 從黃國君錄 SNG小組 台中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 TVBS新聞網APP